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总共有15集的你不是他 第一集埋了一条伏线 丁智朗和冯盈盈在车上炒了一锅 结果炒车 炒车一刻,街上有一度的强光 第二集,丁智朗在医院醒了 发现冯盈盈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一个她心目中完美的女朋友 观众马上猜猜FYY嘶嘶 昨晚来到第13集,迷底终于解开 但似乎仍然有部分观众一头无水 这集,非天爷爷又化身说明书 看一群一头无水的观众 简单讲解一下 是的,简单讲解 因为一点都不复杂 为了方便说明 我用现实世界来称呼你不是他原有的空间 即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 另一边,镜像的世界 就是用平行时空 两个空间 第一集,现实世界的车祸没下雨 丁智朗做司机 冯盈盈盈是做乘客 丁智朗的发型左右分界 冯盈盈是长曲、啡色头发 同时间平行空间落着雨 丁智朗做乘客 而冯盈盈做司机 丁智朗的发型就好像粟米头 又或是像个雀巢 冯盈盈的发型差不多 但颜色偏红 车祸那一刻出现的强光 两个空间的冯盈盈 弹出车 各自弹到另一个空间 从此交换了角色 现实世界丁智朗 车祸受伤入了医院 平行空间的丁智朗 当场死了 由现实世界去到平行空间的冯盈盈 在车祸现场被拘捕了 而至于在平行空间 来到现实世界的冯盈盈 隐瞒了身份 做了丁智朗不一样的女朋友 再简单一点 就是两个空间的冯盈盈 交换了身份 近乎画公仔画出场 是不消脑的 但难免仍然有些观众不明白 原因有很多不详细讲解 十年前非天爷爷未写专栏时 都会意会不到 当时编辑也提醒 开始写的时候 真真正正体会到 不同媒体要留意的地方有不同 画公仔画出场 原来有时不够 但总有解决方法 你不是他的幕后 不妨慢慢研究一下 一个猜猜FYY思绪吊隐吊了13集 只剩下两集 会不会交代现实世界 去到平行时空 被人拉了馮盈盈的下场 两个馮盈盈盈 会不会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做回自己呢? 你不是他非天爷爷 觉得整体都很一般 故事不是太吸引 手法也有很多地方改善 第一集交代现实世界里的 馮盈盈的性格不够明显 没有交代馮盈的缺点 我甚至觉得他很遷就丁智朗 到两个人在车里吵架的时候 丁智朗口中的馮盈盈 和剧情交代的似乎不相符 整件事变得很薄弱武力 至于丹大奇的馮盈盈和丁智朗表现 都很伸手 两个人一直被我感觉是众艺或主持 和拍剧演员是绝缘体 不是没有拍过剧 但印象真的不够深 馮盈盈的演技是新人水准 几乎整套剧都是目光运运 没什么变化 讲对白较为急速一点 没有起伏欠情绪 尽力清清楚楚 把对白说出来 不仅是任何跟对手交流那些说服力 每鱼钓 intolerof车诗较平舖 治与自速度和力度都有其自改变 但并不完全无可取之处 黄尔说第一尝尝在 AUT 村ителяiod代表 丁智朗闹的一场 露动爆发小宇宙 为止猜的 dele 演戏这方面不可能,我反而对他有信心 至于男主角丁志朗,相信 TVB 也想造就他 夹着亚洲超胜团,齐齐推丁志朗 不过今次的表现真的强差人意 之前的《青春不要脸》我很喜欢看他演出 觉得他演得不错 但今次的《你不是他》明显跌了 是剧本故事单薄,还是未有高人可以刺激一班演员的潜能? 丁志朗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讲话时,有口音咬字不清楚 做配角的问题或不大 但始终是男一,观众见最多必定留意到 做演员讲台词不清楚,有字幕补救 但丁志朗参加了亚洲超声团 既然有意向这方面发展 必须要改善咬字的问题 这方面不妨向冯盈盈请教一下 这一点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前几天我听过一个向海南的访问 原来当年 TVB 提供一些课程 简单到可能是一堂 改善艺人的咬字、发音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些课程提供 其实真的有用 你不是他 其实又不可以用全新阵容去形容 台前幕后我会形容半新阵容 15集小线牛刀略然长了些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剧里面还有其他演员 同样值得有更多的机会 例如王庭峰 他在OPM 里面的表现真是一绝 有样、有身材、有演技 而且这部剧是很好看的 可惜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之前也有分享过OPM 真是棒的 未看的朋友 不妨上去MyTV Super 可以看回《诚意推荐》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替非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exemplo 音乐 感谢观看